請楊部長 楊部長優先 蔡緣您好 議局長 關於美國牛肉、美國牛的事 我們在兩個月中間 十一月出三、十一月出五 這個中間 政府官員不是你 都來跟我們說 美國牛肉如果沒有通過 美國會跟我們報告 但是我想美國叫台灣的關係 不是純粹為了愛我們台灣 它也為了國家政客的政策 所以我常常想美國為了這幾隻牛 只要我們聽法民 我都在那裡有一個信心 講這個 講了太過分 但是結果有證明 我們在一月出五 通過這個 食品管理法 民文禁止這個 六個方向的部位 的牛肉進入 價值 就是一月出六 這個 造立國務卿欠佛 它就是在台灣 相當於我們的阿舊書的署長 它是發表一個聲明 還要賣台灣愛國者的匯團 我們的價值 它就是發表這個聲明 並且在一月二月 美國政府還要賣兩千五十億的武器 台灣 這證明說 以前政府在跟我們說 美國會跟我們保護什麼 那都沒問題 這有兩種概率 第一 就是說 你那個 過意 偏作一個過事 來襲擊台灣人民 第二 就是說 他們判斷錯誤 但是 不管是說 要襲擊台灣人 還是判斷錯誤 這都不應該 你 你剛才倒閉 你說會跟我們保護 結果美國有這麼多武器 兩千五十億 要買人 所以 這是很大的 這個錯誤 這你會看給我們怎樣 那 委員報告 這個 美國牛肉 發生之後 美國 開始 反映很強烈 我現在也有 太擔心 因為 它的強烈程度 二十七 十 十一過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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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朝野達到 共識要修法的時候 他就發表一個 很強烈的聲明 說是我們 片面的 毀氣 Eblogation 毀氣 這一個 雙邊所簽的 這個議定書 我們那時候 馬上就 進行很多的 管控 損害管控 做了很多的溝通 我在台北這邊 就把美國駐台北的 這個AIT的代理處長 請過來 跟他說明 雙邊的關係的強化 不能只看 建樹不建林 我還用中文跟他解釋 什麼叫建樹不建林 我希望他 把它濃縮 限制於是貿易的爭端這一部分 不要擴極其他領域 好啦 之後我們在美國駐美代表 也從事了很多的管控 到了修法完成以後 我們又再過了很多的溝通 所以這中間 不是沒有努力 是努力的結果 才讓他的損害 管控到這麼實際 喔齁 就是你的努力 不是啦 我不是在討論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說 現在美國牛肉 在立法院 通過了 是 決定了 明文禁止 那時候政府說 有要做兩團 去訪問美國 是 一團是說 這個政府官員 另外一團是立法委員 是 結果說兩團 要合作一團 下去就不去 我做一個立法委員 我請假去美國 所以現在說 立法院要組織一個團 去跟美國政府 是美國政府 政府要來跟我們 揚索 來跟我們解釋 而不是 人們去跟美國說 我們現在立法委員 來跟你們修圖 請你來跟我們 揚索 很不重要 是他要來台灣跟我們 揚索 而不是 我們走去美國說 我現在一團 立法委一團 你們看你們有什麼交代 有什麼來跟我們揚索 用台灣人的重點 都要討論 所以我想說 你知道我都叫美國人 有在接送 是 你要保持我們台灣人 最起碼的一個重點 而不是看美國人 撕撕撕撕撕 撕撕撕 我們也看你不去 所以這個 阿賢 這個又判斷成功 我沒有要去 這是 你對這個 你不知道有什麼看法 開始 曾經構思 曾經想說 多層面的 多管道的 去做這個溝通 讓這個損害 把它減低到最小 因為開始 美方國剛講過 確實反應很強烈 我們經過管控 控制 確實把它減低了 其中之一 就是想 用什麼管道 溝通 組團出去 也是一個方式 後來我們馬上感覺到 我們在那邊的美國 駐美的代表處 袁大使 還有我們在台北做溝通 已經產生相當程度的效果 所以我們才感覺到 團 是不是要馬上去 而且去的效果 能不能達到我們預期的 我們曾經做很多 評估 後來才說 沒有不去 所以 確實開始的時候 有這個構思沒有錯 但這跟我們尊嚴沒有關係 因為 雙方發生爭執以後 他對我們有誤會 我們帶他說明 他跟我們說 你毀棄了契約 這一部分的指責 我們認為不對 我們只是說 我們的修法 只是部分跟我們簽的議定書 部分不一致 他認為我們全部毀棄 那就是我們要去跟他說明 所以 人要去也算別人解釋 讓他們了解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兩邊的溝通 達到效果以後 團就不必下去了 是這樣 決定 好 我現在 跟我們尊嚴不關的 怎麼有一個不關的 從我去 我去 我去 現在知道美國人會去說這個 跟你接筆說 你為什麼不通過 什麼什麼 我們去那裡解釋 我會說 我們何必走來這裡 做一個國會議員 尤其是我 我算是說民進農總統 走去那裡 美國人問 你剛才解釋 你也沒有一個尊嚴 是他們的 他去的頭 什麼來跟我們問 我們再去解釋 不是我們走去到那裡 去就解釋 好,我們沒有要去解釋 最好 謝謝 謝謝 我才會聽你在報告 和路外交 是 這個和路外交 不是說 和路的外交 你剛才和路一直走一直走 但是 中國一直在旁邊說 台灣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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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你在走路 走和路 中國剛才說 中國的台灣 中國的台灣 你剛才走得鬆快 說我在走和路 人家在旁邊都叫你 中國的台灣 這點這也不對 不對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台灣China Karma 這個世界銀行 也正式用 台灣 Karma China 這你就 走和路 你就亂講 亂講 你為什麼叫我這樣 你就要整路都去發 不是 你自己走 好 我們這個和路外交 怎麼旁邊的地方都在跟你批心 跟你罵 所以我說 我們外交部 對於用台灣 Karma China 這些國際組織 我們都要去抗議 要把它糾正 不死要求 你如果說 五年十年後 全世界都叫我們這樣 台灣美國再走 對 你這個和路外交 變死路外交 我們沒有 我們都抗議 我們都要求更正 而且一直 持續不斷的 一直在說 他一直叫我們 我們一直在說 對這一部分呢 我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 包括中國大陸 讓他知道 在處處矮化台灣的這種做法方向上面 他沒有辦法真正改善兩岸的關係 他應該充分了解2300萬人的想法 以及2300萬人期望在參與國際事務這一部分 那種期望 他必須要正視這一部分 如果沒有辦法 take care這一部分的話呢 兩岸關係的改善 會有它的限度 好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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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